《明報530新聞》 根據民調公司Polara Strategy Insights的最新調查發現 本國成年國民的憤怒指數目前處於歷史新高 特別是對聯邦政府和省級政府的怨氣更深 該公司指出在卑斯省受訪國民 對於由穩戴衛領導的新聞主黨政府特別感到憤怒 報告指出自1月份以來 該省的憤怒指數就飆升了16% 這是最近兩年來首次錄得該省省民有這麼大幅度的怒氣 該公司在4月底進行這項網上民意調查 除了偉絡榜首兩名聯邦和省級政府之外 最令人感到憤怒的題目就是本國的經濟、個人財務狀況、 國內發生的變化和新聞等 比斯省和亞省都有58%的民眾對於上述議題感到憤怒 而安省就有62% 民調公司又指全國來說 超過六成的民眾對聯邦政府感到不滿 更七成的受訪者會對經濟的情況產生怒火 另外報告又發現 有許多加拿大人對聯邦政府在今年預算案內 增加資本利得稅的政策而感到憤怒 最近有沒有發覺在吵集環境較難聽到別人說話 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 甚至有耳鳴的情況 如果有 快點找永明聽力的專家 曠永明小姐 她有多年助聽器厭配和舒緩耳鳴經驗 創新隱形AI智能助聽器 有超強減集音功能 在吵集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別人說話 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 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吧 農曆新年想買優質養生產品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不只有優惠 花其心還是百分百安產種植 還有滋保養銀的燕窩棧系列 還有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多款產品都有正美禮合裝選購 還有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民時代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 加拿大安産花其心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 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受選港利行 被司法醫服務處公布數據指 省內3月份至少有192人 死於服用不受管制的藥物而死亡 即是每日有6.2人死於濫藥 不過與去年3月的215宗死亡案例比較 死亡人數就下降了11% 而本年頭3個月就至少有572宗相關死亡數字 法醫服務處指出 7成的死者年齡介乎在30至59歲之間 雖然當中有近四分之三是男性 但值得留意的是女性死亡人數逐年攀升 至於在10至59歲的卑斯散民中 吸毒致死是該群體中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其死亡人數比他殺、自殺、事故和自然疾病死亡人數的總和還要多 至2016年4月首次公佈省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以來 省內至少有14,400人因非法藥物而死亡 服務處指出 年初至今溫哥華、蘇里和納內莫的濫藥死亡人數最多 其中非沙衛生局和溫哥華沿岸衛生局的死亡數字佔全省的一半 另外有超過85%的案例中都在死者身上驗出分泰里 Wancouver First Reality 街壁地產 The Winning Team 是大溫地區一支得到客戶信賴的出息團隊 因為有超過30年地產豐富經驗的Winnie Lam 林太 忠誠服務客戶的Terence 一切以客為本的Jessica 誠懇對待客戶的Daniel 還有我與時並進力求創新的Edgerson 我們為你提供專業地產服務 當你覺得聽力越來越差 和人溝通有困難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一對配得好的助聽器 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的樂趣呢? 來南山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經驗豐富的李智蓮博士談談 它不僅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 更可以為你配合一對合適的助聽器 現在的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 還有機會拿一個高清電視盒 優惠期有限 快點打個電話給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吧! 目前本國有大量經救新艦計劃來到加拿大的港人 在申請永久居留身份的時候 因為聯邦政府要處理大量積壓個案 而導致港人等候申請的時間變長 但同時本身的工作簽證亦即將到期 令他們進退兩難 聯邦移民部今天公布 將會於5月27日退出一項臨時政策 協助相關港人應對身份過期的問題 移民部表示 由27日起 在港人等候永居審批的期間 可以申請本國的開放式工作簽證 該政策適用於 透過救生艇Stream A和B通道的永居申請人 以及在提交永居申請之前三年裡 曾經持有工作或學生簽證 持有臨時身份的本國民眾 有責任根據其情況向局方申請續簽 聯邦報指出 當外國人提交了續簽申請之後 他們可以以Maintain Status的身份合法留在本國 直至到續簽申請結果出爐 聯邦報表示 如果申請人透過新政策申請新開放式工作簽證時 其本身持有的簽證預期少於90日 就可以透過申請申請恢復其原來的身份 但如果本身持有的簽證預期多過90日 其申請就不會獲新政策受理 8家店祝各位媽媽母親節快樂 在5月26日星期日 8家店將會再次聯成The Big Fan舉行指唱廣東歌歌唱比賽準決賽及挑戰賽 歡迎任何人士報名參加挑戰 詳情請訴QR Code報名或了解更多 8家店情懷不變老地方見 加拿大聯邦政府將不會繼續向各省各地區 派發快速抗原檢測試劑RAP 現有的存貨12月全部到期 聯邦政府現在還有7000萬個RAP的存貨 一盒有5個測試 即是說還有1400萬盒 這些存貨有360萬個測試已經過期 即是說現在有效可用的是1328萬盒 聯邦衛生部發言人詹毓說 政府會繼續向各省各地區 派發剩下的存貨 直至全部派完 他又說衛生部獲准延長部分RAP的有效到期日子 但所有的存貨到今年12月到期 他指出因應現今對新冠疫情的展望 聯邦政府認為沒有需要增購RAP 傳染病學家佛內斯說 對於聯邦政府不再為各省各地區提供RAP 並不感到意外 因為這些是他們自己的責任 但如果省府未肯承擔責任 就要由民眾自行購買RAP 他認為對於想做檢測的人士來說 他認為省府至少也應該提供部分補助金 本身是多倫多大學副教授的佛內斯指出 公共衛生不應該由誰有能力支持 就誰獲得服務來決定 一盒RAP的售價是7元 民眾可以網購或到藥房購買 但始終有些人無法負擔 目前為止至少有一個省份考慮再購買RAP 紐賓市域省的居民對RAP的需求 致去年秋季不斷下降 但紐省正是考慮下一步 紐省衛生廳發言人哈查德說 現在RAP的存貨充足 但到今年9月存貨就會到期失效 他沒有證實該省是不是已經贈購RAP 法內斯就說對於RAP的需求不大 主要是衛生官員再沒有公開說明檢測的重要 就好像沒有再就新冠疫情做說明一樣 無論怎樣都好 占玉仍然強調RAP檢測能發揮作用 民眾若發覺自己身體不適 就應該留在家裡 明天5月8日星期三日天氣預告 夜間天晴氣溫最高15度 晚間天晴氣溫最低7度 如果想在星期一至五準時收看我們530新聞 請訂閱名泡Daily 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喜歡條片的就記得給個like和share條片 根據聯邦破產監督辦公室的數據顯示 今年第一季加拿大申請破產的企業 較去年同期上升了87% 如果欠債又不想破產 就可以考慮訪校安省Kitchener一對夫婦的做法 就是出走台灣 45歲的馬丁和丈夫先後兩次出走到台灣 兩次都是因為在加拿大負債 他們前後在台灣住了10年 因為當地物價偏低 令他們很快就還清欠債 馬丁說當年大學畢業後欠落4萬元的學生貸款 當時一個大學的室友就建議他們到台灣教英文 兩個人於是在2002年搬到台灣的嘉義 結果一年之內就還清 在台灣生活了兩年半後 他們回到加拿大結婚 並在安省Strafford開了一間家庭託兒所 但在2009年經濟衰退 生意日落千獎 夫婦又開始欠債 所以他們決定再次去台灣 只是過了一年半 他們又還清了4萬5千元的債務 最後他們在台北一住就是7年 馬丁說安省的生活成本 與台灣根本沒有比 他們月租只需要350元 就租到一個4房2次的單位 有山景有湖景 而每月的水電費就只需要100元 電單車的油費每個星期只需要3元 食物成本就更低 他說大多數家庭都沒有焗爐 因為大多數人都不會在家裡煮飯 因為在外面吃飯實在太便 每日只需要幾元 雖然加拿大有全民醫療保健 但馬丁就表示加拿大和台灣簡直就餐天拱地 他說台灣的醫療保健不知多好 只要有一份工 醫療、牙科、處方藥一切都包 到處都有醫生和牙醫 等待時間只是幾分鐘 如果想看專科醫生 幾天之內就可以預約得到 雖然他們讚到台灣天上有地下無 不過他們最終都是選擇回到加拿大 與家人團聚 我們經常都說月亮永遠都是外國的緣 猜不到這句話竟然套用到在加拿大人身上 戰亂時期很多人慨嘆說 寧維太平犬就莫作亂世人 現在多倫多自安無惡劣也好 說不上是亂世 但可說寧願做難民好過做良民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多倫多市政府的一個委員會 批准撥出8600萬用於擴大難民庇護系統 包括在黃市的一間酒店安置部分難民 但是市政府去年8月宣布動工的第一個可負擔房屋項目 今年2月才正式開工 另外有兩個已經準備好的項目還未開工 至於等著入住這些單位的市民 市政府就沒有說會安置他們去酒店住住先 8600萬有關難民的撥款 市政工作人員說 這筆錢對於支持庇護所系統是至關重要 因為難民申請者目前佔多倫多庇護所可以收容人數的一半以上 多倫多市收容所和支持服務部總經理就說 成千上萬的難民抵達多倫多 人道主義的危機仍然在繼續 多倫多要安置6350個難民 超過4300人是安置在多倫多市的庇護所 另外有2000人會在酒店裡過渡 這些難民家庭通常會在庇護酒店住6個月 而其中一間的酒店是在往事的 市長周志偉就說 在可預見的未來 安置大量湧入的難民 將會繼續對城市資源造成壓力 而隨著多倫多下季旅遊旺季開始 酒店房間的供應也會捉襟見找 周志偉市長說 住酒店很貴的 但是我們沒得選 你看看旅遊旺季來 我們找不到足夠的酒店 就是因為這樣 難民要住酒店 市長就解釋了原因 但是可負擔房屋延遲動工有什麼解救呢 市政府官員說 項目工程現涉及到經濟環境 以至融資被拖延 不過有些觀察人士就說 工程擔戶是存在已久的系統性問題 這三個延遲動工的可負擔房屋項目 分別是位於5207號的登打市西街的第一個項目 這個項目的建築工程去年8月就舉行了動土禮了 不過隔了半年 今年2月才開工 而其他兩個準備好的項目 就是在140號麥頓街 以及50號的威爾遜高地大道的工程 現在這兩個工程還未開始 如果這兩個項目工程完成之後 就可以提供幾千個住宅單位 其中有幾百個是會用更低的租金來出租的 因為遲了動工 遲了入住的人 市政府又會不會有酒店給他們暫住呢 市政府沒有說 市長也沒有說 所以這些受影響的人 如果又沒有錢租屋 那他們可以怎樣呢 可以怎樣 分界咯 音樂無分界限 可以化解仇恨 誰說的 加拿大出名的Rapper 姚舌歌手Drake 位於多仁多市 Bidal Path的豪宅外面 今天凌晨2點發生的槍擊案 就令人聯想到他的死對頭 最近兩個人不斷用歌 來唱衰對方 連中區華佛一間餐館 也因為這樣而爆恐 講回槍擊案 事件中 Drake 的一個保安中槍 重傷宋軟 目前情況危台 事發之後 Drake 位於Patling Circle 的豪宅入口 被警察封鎖 警方也派出大批警力到場 事發的時候 Drake 是否在家 警方暫時無法確定 但就表示 他的團隊配合警方調查 一名來自警方的消息人士透露 初步報告顯示 槍手是從車內開槍 中槍的保安 空暴受傷 當警員接報到達現場時 他已經處於昏迷狀態 但督察黑奴奇黑就不肯確認 槍手是從車內開槍 只表示事件中的確涉及一部汽車 警方暫時無法提供汽車或槍手資料 但調查人員已找到有關閉路電視片段 至於槍手的動機 黑奴奇黑就不願作任何猜測 只表示 案件目前仍處於初步的調查階段 Drake與其他搖舌歌手或音樂藝人扭傳不和 其中與美國加州搖舌歌手拉馬爾的關係最緊張 不知道誰是拉馬爾? 他就是上星期四 530報導過 指多人多時中區華鳳一間餐館 因為拉馬爾一首歌而爆哄 而那首歌也正正是他透過歌詞 來罵Jake 兩個人最近都發布了多首歌曲 詳細對方 拉馬爾最新用來罵Jake的歌曲 Not Like Us 的封面上 就有Jake豪宅的衛星圖像 並且帶有幾個紅色定位標記 而真名叫做格雷·厄姆的Jake 在拜登 Path就擁有5萬平方尺的豪宅 他經常在網上分享大宅相片 昨天530找到一條不像貓不像狗的視頻給大家看 今天很幸運又找到一條 但這條片不是搞笑而是緊張火爆 是五個黑衣匪徒今天打劫香港尖沙咀 名人站中標珠寶巷 被埋伏的警察衝進去奔槍制服 全程大約20秒 匪徒做案的手法和警方抓人的行動 緊張的氣氛和加拿大完全不同 在去年港大匯理學會營身營非禮案中被判無罪的鄧浩然 今天中午12時多被人發現 鄧浩然在香港大學八週年校區財馬會教學樓三樓平台藝座 被途經的一名教授發現並報案 警方到場 經喊癒後他回到安全的位置送馬里醫院檢查 據了解鄧浩然昨天經審訊後雖然脫罪 但仍然因為案件感動不開心 今天凌晨 一名致稱鄧浩然的人在連登討論區上發帖 稱自己被兩個女士主屈 無端端冠上污名在公諸於世 自己在非禮控罪上有不在場證據 但在法庭開審前已被人冠以非禮犯的罪名公審 一直沒有機會澄清 田文稱他因為心理壓力 失去聲譽和朋友 患上抑鬱要定期覆診 只能休學 家庭因此案件好盡接觸 令本身有躁狂症的父親情緒緊張 自己腳步斷印帶也沒有錢再做手術 黎智英案今天由控方證人周達權出庭作供 周達權稱 他與黎智英原本同為一間離案公司的董事 但他沒有實際的職能 直到2019年年中 公司全數股份轉讓給陳梓華 他記得當年9月 他與黎智英的助手Mark Simon在辦公室 商討股權轉讓的事宜 西文稱因為這個陳梓華幫黎智英做了事 所以黎智英轉了這間公司給他作為酬奴 周達權聽完之後無罪問下去 周達權今天中午出庭作供 確認他1993年加入壹傳媒任財務總管 蘋果2021年6月停運之後 以顧問的身份繼續任職 直到同年9月辭去所有職務 周達權確認2020年8月 他因為欺詐和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報 在2022年2月獲發緬譽起訴書 須在審訊中預實完整作供 至於私人公司方面 如力高顧問有限公司 和加拿大的Laze Hotel Properties Limited 他需要向黎智英和Mark Simon匯報 西文是力高總監 周達權是公司股東 以信託的形式代黎智英持有 同時是獲授權簽署人之一 而公司的財務決定 一般是由黎智英或西文作出 涉及一些細眼開支 就由行政總監黃偉強決定 控方展示一張以力高的名義 簽發給陳梓華的百萬多元的支票 上面有他和西文的簽名 周達權解釋 簽發支票的原因是因為黎智英同意 控方另外展示周達權2019年 以電郵寄送給黎智英的開支紀錄 5月的開支顯示 有300萬用作Mark's Projects Mark Simon沒有講過款項的用途 至於那間離岸公司 周達權稱他和黎智英 由2016年到2019年年中為公司的董事 其後公司的股權全數轉讓給陳梓華